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衰退 体质也变着较虚弱 有些人白天还好好的 但一觉醒来,嘴角歪了,说话不清楚了 连平日习惯走路的双脚也迈不出步伐来 这其实是中风的表现 还有些人手不停的抖 头不由自主的摇 想要拿个东西,身体都不停使唤 去医院检查,才知道罹患了,怕精神是症 还有些年轻人,由于过度的疲劳和身体亏虚 一觉醒来后,变得嘴歪眼斜 那是风邪袭击身体的症状 往往会导致很难看的面瘫 其实,发抖等现象都是肌肉在不停的,不自主的跳动 这些在中医来讲说是风症,跟肝有莫大的关系 有摇摆不定,晕讯等以动为主症的,均为肝病的范围 那么,今天小编就要来为大家带来这个妙方 只要这两种食材混合在一起食用 就可以起到平易肝痒,清肝明目的功效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重要的食材吧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黑芝麻粉 还有,这几片叶子是什么呢? 这是桑叶 这两种食材要如何使用呢? 首先,我们先将新鲜的桑叶放入烤箱中,烤干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将它放入一个碗里 将我们的桑叶压碎 接下来,将桑叶的织布取掉 桑叶弄碎以后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加入一勺的芝麻粉 将两者搅拌均匀 就这样,搅拌均匀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每天三次,每次十克即可 桑叶和黑芝麻的结合 一个绿,一个黑,青乳干,黑乳肾 干肾同源就是滋补干肾的好东西 桑叶搭配黑芝麻可以补干肾 尤其是肝肾亏虚者 而且还具有明目,还可以治疗便秘哦 桑叶搭配黑芝麻 能让你从头到脚都通通补一番 而且也可以降低罹患 帕金森适症的几率哦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款桑叶黑芝麻 可以帮助你清干明目 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哦 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